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正确的打开方式 正确的打开方式 它的意思是说 事情这样做才合乎常理 就是说 事情这样做才对 事情这样发展 这样进行 才看上去是对的 第一个例子 对大多数打工族来说 周末早晨睡个懒觉 是完全正确的打开方式 是啊 辛苦了一周 我们休息一下 多睡一会儿 没问题的 第二个 你和他的事我了解了 我个人觉得吧 现在正确的打开方式 是向他道歉 然后讲明你的态度 当然是心平气和的样子 你说呢 如果做错事了 向别人道歉 那是进行沟通的第一步 也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也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对吧 第二 斜杠人生 斜杠人生 为什么是斜杠呢 这个词是来自于英文的 斜杠人生 是表明不满足专一的职业 就是不满足唯一的职业 而是有更多的职业和身份 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叫斜杠人生 比如 阿云对自己的单一职业 有点厌倦了 最近他思考了很多 是不是跟着潮流 做一个斜杠青年呢 啊 原来他有喜欢的事情做 比如室内设计 也许可以当做第二职业 那这样的话 阿云就有多重身份了 室内设计 可以作为他的第二职业 这样的生活 是比较丰富 带来更多的幸福感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追求的生活方式 第三 美拉德 这个词是来源于一个英文的名称 它是表示一种化学的荷变反应 现在是说流行的色系搭配 一般是用来衣服穿搭当中 有很多的褐色 还有一些橘红色 橙色等等 既然大家都说要大合唱一首歌 我们人数不多 你们看 要不搞一次美拉德怎么样 如果谁没有这类色系的衣服 我们可以互相借一借 美拉德就是一种流行的色系 在中国用汉语就是这样说 美拉德穿搭 风神 风神 神我们知道 风神就是当作神了 原来是说修炼的人突破了极限 达到了像神一样的水平 现在是说 什么人或者什么作品 水平高超 极为优秀 比如说剧剧风神 他说的话太妙了 剧剧风神 或者这个演员的演技 特别棒 演技风神 我们来看这个对话 天呐 你做的这道菜绝了 好吃的不得了 可以说是一菜风神了 有没有搞错 就是一道很普通的家常菜 你们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不过是要感谢朋友的抬举了 这道菜这么受欢迎 他们居然说可以风神 难道是想让这个做菜的朋友 以后全部是他做饭好了 下一个 皮一下很开心 皮一下很开心 这六个字通常放在一起用 皮不是皮肤的意思 而是调皮的意思 调皮捣蛋的玩一下 让别人开心 自己也开心 小K最近学习特别认真 朋友笑他学习上瘾了 说他是学中文的瘾君子 这样说就是皮一下 没有恶意 大家都开心一下好了 瘾君子本来是说 那些吸毒的上瘾的人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极其上瘾 有一点负面意思 大家就是开小K的玩笑 逗他一下 其实有欣赏他的意思 学中文这么用心 这么坚持 好 下一个 帆船 帆船 帆船是来自漫画的 因为在英文 友谊是一个符合词 它是由两个词构成的 朋友和小船 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大家就延伸了一个意思 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意思是讲朋友之间 闹矛盾 翻脸 现在翻船这个词 是说什么事情受挫 或者失败 他们兄弟俩 在2021年 投资了数字货币 后来市场突然下滑 他们就翻船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还在做这个事吗 翻船在这里就是遭遇挫折 或者失败 第七 爆肝 爆肝 肝我们知道 是身体的一个器官 爆肝 爆肝原来是指 熬夜玩游戏 现在是指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特别是说 晚上熬夜进行的事情 比如打游戏 这游戏也太烧脑了 打半天都过不了这关的 真的是 我都快爆肝了 算了 你们接着玩吧 我撤了 明早还要开工呢 打游戏会让人很烧脑 很费体力的 而且 很多时间都会用在上面 在这里可以用爆肝 这个词 还有一个例子 怎么办啊 这报告也太难写了 我都写了N遍还不行 这是要爆肝的节奏吗 在这里是在抱怨 以至于让自己觉得身体受不了了 第八 丝滑流量 丝滑流量 也可以只用丝滑 它原意是指巧克力的口感 好像丝绸一样顺滑 现在丝滑是用来形容 做什么事情 特别流畅 顺利 没有阻碍的意思 比如 Jay真是有做导游的天分 入职才刚刚一个多月 他已经做到了非常顺手 丝滑有余了 在这里说的坠 是有天分的 当导游才一个多月 就工作做得非常好 非常顺利 第九 修罗场 修罗场 它本来是佛教的用语 是说佛教里 第四天和阿修罗争斗 那个场面是非常惨烈的 现在是说人际关系 复杂 比如讲恋爱关系 超过三个人以上的恋爱关系 或者是职场的人际关系 这个图片是来自一本小说 就是讲恋爱关系的复杂 好像修罗场一样 李欣到公司上班的头几个月里 还不太适应 他发现同事关系过于复杂 每天到公司都觉得有点像到了修罗场 这个我们可能都有一点体会 如果说在职场里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 是挺让人头疼的 现在呆久了 对很多同事已经熟悉了 他也不觉得难受了 那看来你心已经觉得好多了 大多数人是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的 如果要是恋爱当中有修罗场的话 那也是很惨的吧 第十 非常自信地在唱歌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一到他开口演讲了 他立即兴奋起来 看上去有点微醺了一样 滔滔不绝 妙语连珠 在这里他不是唱歌 而是演讲 可是他的状态非常好 非常自信 表现出来呢 说话像流水一样 不停顿 而且每句话听上去都非常的奇妙 吸引人 第十一 什么什么到模糊 什么什么到模糊 这是一个形容的词语 他是说 到了一定的程度 已经不行了 比如笑到模糊 就是说 一个人大笑到 不能够看清楚周围了 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开心到模糊 心情非常愉悦 开心的简直要晕过去 还有 还有荒到模糊 都是说已经 不够清醒了 在这里 是一个荒到模糊的例子 小张 对当众说话 很紧张 害怕 每次都是荒到模糊 脑子 脑子里一片空白 说话的声音也听不到 好像所有记忆都飞到空气里了 我在上中学 大学的时候都是这样 当众说话 特别害怕 紧张 原来背的东西 记的东西 都想不起来了 就像这里的小张一样 所有的记忆都飞了 没了 我们可以用荒到模糊 我们在这里说 希望每个人都开心 开心到模糊 还是可以接受的 第十二 什么什么黑洞 什么什么黑洞 黑洞是自然现象 在这里呢 它是来说 人缺乏某项能力 实力很差 就是做什么事情很差的意思 比如打游戏 很烂 总是输 我们就说游戏黑洞 如果说有其他方面比较差 就可以用什么什么黑洞 这里有乒乓球黑洞 就是打乒乓球特别差 语言黑洞 就是用语言表达自己 很糟糕的意思 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今晚去打网球 一起去吧 打网球 我可是球类 黑洞 所有打球的 我都不行 我直接回家了 你们好好玩吧 这个对话里呢 我是不会打球的 所以 同事朋友邀请 去打网球 那还是算了吧 十三 打太极 打太极 看来中文里太多打了 这里说的是太极 我们知道太极 它的动作呢 是很缓慢的 而且有不少推来推去的动作 隐身为生活当中 就是指不明确表态 不知道到底是想怎么样 甚至是把责任推来推去 有逃避责任的嫌疑 我们看例子 我电话打了 邮件也写了 可是他们让我去问别的部门 哦 从这个人的话可以听出来 他做出了很多努力去联系他们 可是 这里的他们 把责任推到别的地方去了 他们什么意思 在打太极吗 我们必须搞清楚 这个是谁来负责任 看来 有些人是在打太极的 就是想把责任推给别人 自己不愿意承担 所以打太极是有贬义的意思 十四 报权了 报权了 这个说法是好的 比起刚才来说 也是要用手 它是表示感谢 原来是在中国 很多网络直播间里听到的话 老铁报权了 就是说 我感谢大家了 报权的样子 就像李连杰做了这个手势 这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动作 表示尊敬和感谢 你不到七点就起床了 还把我们全部人的早餐都准备好了 辛苦了 向你报权了 在这里 这个朋友做得很棒 把所有人的早餐都准备好 所以抱权了 就是向他感谢的意思 我们有多一个说法 来表达感谢了 第十五 初代OG 初代OG OG 有三个翻译 都是表示 元老 最厉害的意思 OG 有教父的意思 现在是说 元老级人物 在产品的品牌里 也有OG 就是说最早设计的 经典的款式 比如说 你知道吗 周某某被称为是 中国脱口秀的OG 真的假的 他看上去很年轻啊 这两人的对话里的OG 就是说元老级人物的意思 最后 中二 中二 它是指中学的八年级 为什么有中二呢 中二病 是他最常用的一个说法 具体是说一些人 虽然是成年人了 他有很多的思想 和自己的年龄不相配 自我意识太强 偶尔会狂妄 同时又觉得 不被别人理解 感觉自己很可怜 就像这个图片里的年轻人 人是已经长大了 可是思想上 会被别人误解 觉得自己不够成熟 太幼稚 太狂妄 等等 自我意识太强 小夏今年三十多岁 他被朋友说 有中二病 因为有时候 他对事的想法 显得比较幼稚 或者脱离现实 说出来 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人 我们身边的年龄 也许有这样的朋友 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多一些理解好了 对此 小夏怎么想呢 他不在乎 随便别人说什么吧 只要不伤害到别人 自己是什么样 还是尊重自己好了 重要的是 自己爱自己 自己做自己 是吧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祝贺你 完成了这个视频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